大家好,我是CHOE 一直都听闻说到区有酒店 有些房间是似有户外老天私人按摩浴池 但属于隐藏的房间,在官网上找不到 一直很想带Candace一起去试试 几经辛苦,我们终于在一个多月前成功设计 最近还去了 我们当中还发现了这间房间的一个小秘密 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记住看到尾段 HELLO,我是CHOE HELLO,我是Candace Candace,我们今天去哪里? Staycation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港岛海军卓酒店 在我开始我们的Staycation之前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欢迎like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身边就会提示你的 好了,我们现在不如进去吧 好啊 好啊 我们进了酒店之后 首先会用智能消毒机进行消毒 由于我们今次住的是贵宾客房 所以我们不用在大堂check-in 可以直上41楼办来check-in手续 我们上了41楼了 这里的reception真的比较少人 不用一会儿 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check-in手续了 我觉得今天真的有点黑暗 大家看看外面天气很差 还下着雨 真的有点不开心 哪非我要倒着雨这样浸浴 41楼的贵宾团 是自有club lunch 和另一个西餐厅的 这两天我们用餐的地方就在这里 check-in完之后 我们就下到七楼准备进房了 我们一进房 立即去看看浴池 因为这是今次staycation的重点 我们今天订了这间房 是因为这里有个杂枯器 不过今天下雨天色就不太好 它就算下了帐篷也有点撇雨 可能有点影响 不过我想说一下 其实我事先要求酒店不要加水 因为我有点稀疲 打算自己清洁了才用 谁知道酒店搞错了 不过都没办法 事后我发现放水其实很快 不用一会儿池水已经去完 酒店吃完话 整个池要加满水大概两个小时 的确保交水的时间比较长 这里还有提供浴盐 给这间房间的客人享用 看完露台 等我和大家介绍一下房间的设施 打开衣柜会见到两件浴袍 烫衫板烫斗和甲慢 让我们去看看厕所 进来有一块圆形的大镜 里面还有一个不规则的长形浴缸 不过因为这间房间 已经有一个户外浴池 所以我们都没用到这个浴缸 不过看上去其实都算干净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在这里浸泡泡浴 这里就用Elimus的浴缸和护发素 其实我以前在做美容编辑的时候 都接触过这个品牌 它是一个英国著名的SPA护肤品牌 我用过也不错的 还有也有一些个人清洁用品 瘦口水和毛巾和牙刷 这个水果盘是酒店送给客人免费享用的 是什么东西 看完房間就去了41樓的Club Lounge吃咸茶 因為包含咸茶和Cocktail Refreshment 大概3點多到了Club Lounge 裡面已經坐滿了人 幸好還有一張二人桌子 不過說真的,這裡的食物種類很少 咸點也有幾款 好,讓我拍給大家看看有什麼食物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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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甜品種類很少,而且味道很一般 我吃過後發現餃子在比較之下是最好吃的 所以我都吃了幾隻 吃完up-to-noon tea後,我們在房間休息了一陣子,就開始浸泡cucci了 幸好吃完up-to-noon tea後,天色雖然暗暗地,大總算沒有下雨,我們也浸得很暢快 不過始終是陰天,我們就無法在太陽底下浸入光肉了 浸泡cucci後,我們也很肚餓,於是我們就去了Club Lash吃Cocktail Refreshment 由於下午時,我們找不到Charmine的位置,所以我們今天決定早點過來 我們終於可以吃著看海景了 在Cocktail Refreshment的時段,食物種類也很少 不過幸好是,我發現這裡的食物質素比up-to-noon tea好 例如有吞拿魚酥,香辣魚餅和牛角包的味道都不錯,我都吃了不少 不過重點呢,在這個時段有免費的酒水任喝的,我們就叫了一杯有荔枝的Cocktail和一杯Mottel 其實我都是淺嘴,主要是Candace爸爸喝的 不過我覺得那杯有荔枝的Cocktail其實也不錯,它也帶點甜 不太喝酒的我也覺得很容易入口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錯過了up-to-noon tea的時段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黃昏的時候來一來,吃東西,喝幾杯 吃完食物之後,我們決定去這裡的角樓看看風景 不過由於天色很差,灰蒙蒙,也不是看得很清楚 我上網見過,如果天色好的時候,在這裡看夜景是很美的 但我們來的時候還拿著毛毛雨,而且很當風,也有點冷 不過Candace依然很興奮 但由於這裡風勢真的很大,所以我們很快就回房間去了 回房間之後,當然又是浸浴玩水的時間 晚上的時候浸浴,的確有一番風味 因為疫情的關係,現在我們不能去旅行 在這裡浸浴,其實給了人一種去旅行的感覺 而且這個浴池是有熱水的,所以在晚上浸浴都不怕會冷 不過缺點就是在旁邊的房間和旁邊的大廈 應該會看到我們浸浴的情況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嘗試拿浴 然後再吃飯 由於包包了300元的用餐牙 我們主菜叫做素漢堡,是蓮薯條 甜品叫做一個朱古力蛋糕 我們叫了兩道菜,哥哥好用盡了用餐牙 而且都很夠吃 可能是因為之前已經吃了兩餐 而在食物質素方面,我認為是中規中矩 比起Club Lounge出色很多 大概半小時就送到 由於這個package是包自助早餐 於是第二天我們一早梳洗完之後 就去餐廳吃早餐 這裡的海景座位很多 我們可以邊吃早餐邊欣賞風景 早餐是有一些中式點心 還有一些冷盤,還有很多種果汁 例如有黑松露炒蛋,蘿蔔糕,炒烏冬,還有雞粥 另一邊有些蛋糕,麵包之類 吃完早餐之後,我們決定去健身室參觀一下 因為有些人都很喜歡試不同酒店的Gym Room 所以我就帶大家進去看看 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發現了這間房間的一個小秘密 就是應該我很黑 原來我住這間房間的浴池是比較小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在網上看到的池 都是用盡兩邊的長 但我們這個池左邊是留了三行的磚 令到這個池小了不少 真的有點不開心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這間房間的池是特別小的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住哪間房間的話 不妨去我Facebook專頁inbox我吧 不過總括來說,我們這次的Staycation都算滿意的 因為我女兒好久都沒有玩得那麼暢快 而我浸了兩天的按摩浴之後都覺得很放鬆 不過聽說這個房型在全家酒店 都只有五間左右,很搶手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要快點預約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分享 好了,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